F44子之中,本来只剩下严程序是单身贵族 不过吴建豪最近也重头单身行列了 他在2013年与富家女时珍善Arysa结婚 但传出在去年底离异 令这段传出离婚多时的婚姻告终 女方来自百亿家族 吴建豪与时珍善在2013年11月结婚 女方来自新加坡棕驴游生意家族 家族资产数以百亿计 当年婚礼在美国洛杉矶举行 为宾客包饮、包食、包住及包机票 极尽奢华 不过自从二人谈恋爱开始 分手及离婚的消息 在14年来从来没有停止过 离婚消息更在结婚一年后开始传出 当中更涉及在Instagram上护述对方 二人最后的婚姻只有五年 在去年12月签字正式离婚 婚姻既然早早已经不稳当 为何拖到现实才正式离婚 原来因为新加坡的婚姻法 当地规定如非特殊原因 例如伴侣患上性病之类 三年内不能提出离婚申请 吴建豪二度地上离婚协议书 就算是三年后办离婚 也要有合理及双方认可的理由 才可诉请离婚 之前已经传出过吴建豪二度 向Eriza地上离婚协议书 就是因为理由不是双方认可 所以未能离婚成功 在这段关系中 吴建豪是率先提出离婚的一方 在2018年中 吴建豪第一次呈出离婚协议书 理由是彼此已无共同生活超过三年 向Eriza寻求离婚申请 不过 Eriza找律师离定分居的时间证明 找出二人的分居时间始于2016年尾 因此彼此已无共同生活超过三年 不是事实 因此将吴建豪的离婚协议退回 不久后吴建豪又再度提出了离婚协议 经修正后的理由为另一半不支持其事业 兴趣不同 不过Eriza的好友透露 最初Eriza是负唱负随的 自掏腰包跟随老公工作到处飞 并非不支持她的事业 而兴趣不同之说更难以服众 二人相识交往十多年 怎会现实才发现兴趣不同 这份离婚协议亦不尽不识 但却令二度被要求离婚的Eriza对婚因死心 自己也草拟自己的版本求去 女方历数无见好多条罪状 Eriza版本的离婚协议书历数 无见好多条罪状 包括特殊节日不回家 跟不少女性关系暧昧 吵架不认错及在传媒前说谎等 只要无见好接受这份修改了的协议书 这个终极条件 大名一挥 便可以赡养费也不计较各行各路 对于离婚 二人也各有各说法 Eriza的律师去年曾形容Eriza 想要结束活在受伤与痛苦的生活而决定离婚 吴建豪的代表却指婚姻是两人之间的事情 非当事人的第三方不识说法 我方深表遗憾形容这关系 女友也落落大方的响应传媒查问 坦诚在去年12月二人已经签止离婚 不过其他细节一律去谈 二人的事曾经在Instagram上互述 可见双方关系已经到了互不讲话地步 其实很久之前